空中航母竟然烈焰焚身 34秒内化作燃烧的残片 坠落到地面 这段真实影像记录了1937年 空中航空母舰 星灯堡号飞艇坠毁全过程 这座空艇全长245米 最高时速达135千米 飞跃大西洋只需一两天 是上出入流社会的名片 流传着一句平生不作星灯堡 纵称名流也枉然 现代镜头中 贵人们正在天空悠闲地欣赏着城市 与乡村美景显得十分惬意 当然作为迅疾速度和奢侈服务的交换 1937年 星灯堡号的一张单程票 价值450美元 这时的美国普通家庭年收入 也不过1420美元 大半年的收入才能来返一趟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 一年的收入还顶不上他的一张门票 镜头中这艘飞艇 正听从着空航人员的指令 坐着降落的预备 由于大西洋上逆风的阻挠 已经晚点多时 不敢惹怒那些身份显赫的贵客的船长 要求船员们加速降落准备 然而 过于剧烈的转向动作 扯断了尾部拉锁 异散的清气很快 被停体的静电点燃 在离地面92米的空中 浓烟四起 却掩盖不住被缠在身上的火焰 照亮的星灯网号 由棉麻构成的飞艇外皮 对火焰几乎没有阻辑效果 火焰很快爬上了整个挺身 最终 飞艇失去了所有动力 任由烈焰 裹挟 坠一向了地面 第一飞艇就此化为灰烬 坠落的它依然烈焰必包 钢筋结构承受不住巨大的冲击 纷纷弯折断裂 美丽的流线型银色飞艇 化作了被滚滚黑烟吞噬的破铜烂铁 烈焰消散 浓延远去 只留一地扭曲破坏的铜铁骨架 证明这艘豪华飞艇曾经存在